駝飛輪手機,充電拜拜? 警告警告,這幾天入會展 記得戴褲超啊 因為… 是否很慘呢? 這隻全球獨一無二的男裝轉標 叫價7000多萬 絕對是今屆香港轉標展的焦點 搜集了大概兩三年 今屆今年正式出爐了 這隻叫Kalinia的手錶 它有186顆Amaril Cut的鑽石 總重量大概160卡 暫時來說在珠寶製作工藝和卡數 都是世界第一 不過,說到尾都是隻標 有沒有什麼新意? 這一款駝飛輪手機又怎麼看呢? 它就是利用掀蓋和放下來 將拉鏈是上鏈的形態 變成它不需要任何的電池 也不需要專門搖滾 它都可以自動運行 這個都要電池的,是電話用的 但外面會將會出一隻 是什麼電池都不用的 就是用拉力 除了用錶之外 這個拉力是用來充電 這個是最先進 我想暫時沒有人做到的 不過,這部機都已經講280萬了 但是有內地豪客眼都不眨 就掃走了兩部 難怪鄧先生都說多得他們的餐場 歐美不驚喜 看一下這位老外 在Lexcel made in China就知道了 看來暴動吧,路過不少苦工 但是不識是什麼 我們的Case也是按照中國的Pagoda Tower 所以我們有4種類型 哎呀,弄了底 還是找回設計師啦 我們最新下一年會出的這個collection 是有個特別之處就是 強調中國24時辰的制式 繞一圈是12小時的時候 我們的錶繞一圈是等於我們一天的24小時 在錶面最頂端那裡 其實我們會用了中國的時辰字面 另外還有阿拉伯數字是說 究竟是24小時它是哪一個位置的 想親身見識一下 這個星期日來會展 12歲以上就可以入場了